Please listen carefully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蘭尼克周周報 相信周周烤肉節各位應該已經烤肉烤翻天了吧 但是呢 我連一片烤肉都沒有吃到 真的很可憐啊 所以有人沒... 很快來到9月第4週 我們快速整理一下 這個週末發生了哪些新聞 首先根據不負責任的一個消息 有一個汽車設計師 在8月的時候網路發表了一個概念作品 這個是為了像1995年 Reno S-Bus 曾經做過一輛很瘋狂的一個性能機器 這個是由VLens F1車隊做的 他把這個F1引擎的引擎放到S-Bus的這個車子裡面 那那一輛瘋狂的性能機器呢 很多人都還是很想念他啦 那所以說他在網路上呢 他就發表了一個外型 以現在新世代的這個Reno S-Bus 再加上新世代的Reno Sport F1 Team的一個外型呢 有一個草圖公佈在這個網路上面 但是呢 我相信這個看起來很合理的一個 可能是未來一個瘋狂計畫 但是呢 因為他們現在的總裁啊 叫做這個Carlos Gohan Carlos Gohan是一個非常重視這個集團獲利的一個總裁啊 所以說這個計畫個人認為 應該想想就好 你跟他認真 可能你就輸了 接下來關於WWE明星雙腳運動員這個John Cena 之前靠著這個Ford GT啊 這個不聽原廠的這個約束啊 把這個車子轉賣了之後賺了一筆錢 謝謝 沒想到這個接手的這個應該說農場的主人啊 又在這個上個週末的這個Montory Car Week Show上面的拍賣會呢 在轉賣了這輛車子 而且在公開的這個拍賣會上呢 以140萬美元成交啊 這橫德是直接賺了將近100萬美元 然後呢 沒想到這個新的買者呢 新的這個買者花了這個140萬美金之後呢 發現他的身體狀況好像有點問題啊 結果他就要在這個10月初啊 10月初的這個MACOM的一個Dallas的拍賣會 又要再把這輛車拿出來賣 但是呢 這次還有沒有可能再賣140萬美金以上 當然我是覺得不太可能啊 而且最荒謬的事情 從Montory Car Week這個拍賣會啊 買到了這輛車之後 再到現在賣出去 他只開了一麥 也就是一英里 這真的是有點浪費錢 上禮拜呢 這個又有兩款啊 相當受到矚目的車型 接受了第三方的一個撞擊測試 其中一個呢 是這個NHTSA 這個是美國 美國國家公路安全管理局 針對這個Tesla的Model 3 進行撞擊測試 撞擊的這個 成績結果呢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又拿了五顆星 然後呢 就是好棒棒好棒棒好棒棒 因為 Tesla如果說你沒有拿到五顆星 大概你又 未來真的 未來真的是 好 那另外呢 這個 另外一款 是這個 Suzuki的一個 Gymnia 那它是接受了這個 EURO N10 AP 他們把它的新車 買下來 然後拿去撞了 但是撞擊的成績結果呢 本來也以為應該是 怎麼撞都是五顆星 結果竟然只有三顆星 這真的是 那些 那些網友說 進的就買的 這些朋友 你可能要多關心一下這輛車 因為它的撞擊測試結果呢 這個在行人方面 真的是看到這個影像 真的有點嚇人 雖然說它也配備了一些 新的這些 電子輸注安全系統 但是影像會說話 就真的是 嗯 你知道了 中國奇瑞 進軍德國 他們竟然 要開始 往歐洲 而且當然 這個中國奇瑞 並不是第一個中國的品牌 這個外銷歐洲 而且這次他很認真的 他把這個設計中心 設置在德國的Frankfurt 然後呢 工廠 就是所謂的這個生產線 也設置在歐洲的一個城市裡面 這個中國奇瑞的Cherry 他計畫 計畫 計畫呢 是以歐洲的一個新的品牌 這個 XC XC 做一個指品牌 然後呢 他將會推出這個 三種動力模式 有這種 油電 然後跟這個 插電式 油電 然後還有這個 純電力的這個 三種動力模式 可以提供這個消費者選擇 那 真的 時代環境不一樣了 中國進軍 這個歐洲 那我們 嗯 我們還要再努力 這個禮拜呢 我還針對 Toyota Auris 進行一個一般道路的試駕 這輛車呢 確實 嗯 很不錯 我必須要講 真的很不錯 但是呢 我在這個試測過程呢 發現了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因為官方資料 告訴我的 好像跟實際上 有點不太一樣 我從資料上呢 看到一個很有趣的部分 就是官方提供 就是Auris的行李箱 可以放置 兩個24吋跟一個20吋 或者是一個24吋跟一個20吋的 一個登機箱 它的行李箱空間 但是呢 在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合作夥伴呢 他們專業的跟我們表示 行李箱現在主流市場是29吋 跟另外登機箱最大是22吋 這是一個法定規格 那這樣呢 應該是最主要的 應該是 在這個尺寸上面 才是消費者最重視的部分 那現在呢 我就要請我的同事來協助我 實際上的 把這個兩個29吋 跟一個22吋的登機箱 看能如何放進去Auris的行李箱裡面 OK我們完成了這個兩個29吋跟一個22吋登機箱 一個實際的實驗 一般呢 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駕駛人在一般道路上遇到救護車禮讓 我想應該是所有駕駛人的一個一般的嘗試啦 不過在現今這個社會裡面 竟然再度發生了駕駛人去阻擋救護車的事情 而且這位駕駛不但阻擋了救護車竟然還 或許哪天你需要用到救護車的時候 你才會有這個同理性 最近我還收到一個JD Power的調查表 這次他針對台灣顧客滿意度調查 進行了一個數據的分析 而在這個非豪華品牌 前三名我就直接快速講 前三名是由Luggen、Nissan、Mazda 而另外在豪華車的品牌則是由Lexus 拿下第一名 再來是Benz跟BMW 不過這個調查本來就是 這種所謂的採量的激素 相當有爭議 真的這種調查數據 看看就好不要太相信 受到台風的影響 C-Class的發表會不但延期 而且他的這個活動內容還必須要重新的規劃 而這次C-Class發表之後 他總共發表了這個所謂的四款車型 他四門的Stand是從196萬元起 五門Estate的旅行車型是從203萬起 然後雙門的Coupe是從205萬起 另外還有C-Class第一次引進的這個敞篷車型是從244萬元起 現場除了這個媒體VIP之外 還有許多新生代的網紅 這真的是一個全新世代的一個發表會的一個奇景 那當然負責活動的團隊真的是很辛苦 完成了這次算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一個發表會 因為你必須在一個禮拜之內的重新規劃活動現場 然後直接進場 然後甚至還有這些表演團體 甚至全部都是全新的一個表演 這真的是相當的難得 而且真的是好有氣勢 好有創意 好有錢 這個禮拜在新竹 也舉辦了一個Viva Ratio的一個活動 古董車的活動 那這也是台灣第一次正式的一個古董車的一個活動 當然我們也到現場去參與了這次的里程碑 算是一個里程碑 我相信有很多的讀者也都到了現場 親眼看到這些國內難得一見的古董車 因為還有許多的車子真的是國內唯一的一輛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車主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照顧這些古董車 那當然現場還有許多是代改性的部分 包含你說看車的時候不要去摸到車 如何去欣賞車子 甚至關於這些車輛的一些相關知識 都是我們必須慢慢成長的一部分 當然這個是我們台灣汽車文化發展的一個過程 國內前一陣子這種空無法的事情 鬧得這個沸沸揚揚的 那當然這些古董車真的是一個文化財 其實不應該這麼容易被消滅 甚至不應該被消滅 這些應該是趕快的促成這個所謂的古董車方案 讓這些車子不只有在活動的時候能夠上路 甚至只要你的保養的狀況OK的話 都可以擁有這個合法的道路使用權 那當然這次沒有發生太多的意外的話 也算是一個完美成功的一個活動 相信明年還有機會在國內看到這種相關的活動 接下來還來到這個冷知識的時間 這次在這個VivaRatio活動現場 相信各位有到現場的朋友有看到一輛 右駕的古董賓士 這個W08 因為它有上了這個所謂的車牌 很多人就在討論這個車牌是不是合法的 但是我必須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這個部分因為它夠老 所以說這一輛車是從這個日本大使館 一直保存到現在的 所以說在那個時候不知道什麼原因 日本大使館就是堅持要右駕的賓士 那時候也就一直這樣子合法的保存到現在 所以那輛右駕的賓士 確實是一輛合法有車牌的一個古董車 另外因為相同的背景而保存下來的 右駕合法這些車子其實也不只這一輛 國外的賽車活動 DTM就是來到了這個奧地利一戰 在上一週呢 我跟各位分享過的這個DTM 這個是已經拼到了最後一刻 那在奧地利一戰最後結束之後呢 果然真的如預期而出現了這種大翻盤 現在已經在這個爭取車手年度積分的時刻 這個賓士車的Paul Derista 在這一戰拿下了25分 而Gary Paffrey則只有拿下了19分 所以說在這個總結之後呢 Paul Derista目前以229分呢 已經順利的超越Gary Paffrey的225分 然後去年年度車手冠軍 ODI車隊的Running Rust 持續的在這個年度的尾聲 持續的追趕 然後已經連續四回合的比賽都拿下了50分的一個優勝 那現在呢真的只差了幾分 然後只剩下最後兩回合的賽事 但是如果真的最後兩回合真的給這個Running Rust 真的是成功的逆轉啊 真的這個比賽真的要去好好的檢查一下有沒有問題了 另外在Brown Pound的GT Asia上海戰呢 台灣車隊這個Hub Auto呢也有一個不錯的一個表現啦 那除了這個GT3的這個27號車呢 在Race 1拿下了這個整場的這個分戰冠軍之外呢 這個28號車啊在兩回合的Race 就是由我們國內車手陳漢城所駕駛的28號車呢 在Pro AM組都拿下了第四名的成績 這個在這個亞洲的賽事裡面呢 其實相當的不容易啊 在這一週呢這個美國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啊 就是保時捷的這個車主俱樂部的一個活動 呃這個活動呢其實是四年一次 而且今年剛好遇到了保時捷 70週年 呃可以預期現場呢在這個美國啊 美國這個Lagula Seca賽道呢 將會聚集超過1500輛的保時捷到現場 而且這個活動呢還有保時捷的博物館 還有保時捷的原廠都有參與 相信呢這個現場啊真的是會相當相當多的保時捷車迷跟車主 而且就我所知國內也有許多的車主都已經飛過去到現場去參與這個盛會 呃在進入工商服務之前呢 我這邊要先各位先預告一個小活動 只要各位看完這一段影片呢 哦一樣 呃就是我要先問個問題 哦就是這次啊 哦這次Posh的這個Rain & Sport 哦是在哪一個賽道舉舉行的 哦這個各位啊只要在這個粉絲頁下方留言回答 到底在哪一個賽道舉辦的 哦這個之前的影片前幾分 呃應該說前幾秒 哦前幾秒有這個答案啊 哦所以說各位只要在這個留言的地方呢 留下這個你的正確答案呢 那我們將會抽出三組保時捷的這個原廠的 原廠的一個組合模型啊 這個是356的1號 這個也是原廠精品非常的難得 那我們呢也會在這個10月4號的時候 進行一個截止 所以說各位要把握這次的機會 而這次呢公商服務時間的話呢 這次我們找到這個賓士的影片啊 賓士的影片呢 我們看到一個未來的趨勢 因為今天不管是各車廠啊 都開始推廣了這個所謂的無人駕駛的概念啊 當然 各位可以透過影片可以看到 未來的世界可能你也不用開車了 而各位呢就是只要用手機遙控 車子可能就來了 然後你可能要買東西 你要去任何地方 你也不用買車了 然後你都是這種car sharing的概念 所以說各車廠啊 不管他在2025啊 還是2030、2035年 不管在哪一年 真的全面的這個 落實這個無人車駕駛的這個計畫 因為我也沒有車可以試了 所以說我應該可以準備我的退休生活